因为偎造和行驶 已故华贸集团主席 龚余森过百亿元的遗缩 被判监12年的商人陈振聪 刑满出狱 陈振聪早上9点多 手持个人物品和一本《圣经》 离开赤柱监狱 他儿子、弟弟陈振国等人在场等候 陈振聪和亲友勇抱 之后登上私家车 有人送上一张灰窗 曾任风水师的陈振聪 在龚余森2007年病逝之后 声称持有龚余森06年立的遗嘱 说自己是遗产唯一手一人 华贸慈善基金最后获判胜诉 2013年陈振聪被裁地毅造及行驶 假文件判监12年 据了解他在狱中行为良好 获扣减三分一刑期 实际只服刑8年 法官判案的时候曾经指责陈振聪无耻 邪恶和贪婪 企图侵吞公余森超过800亿 用作慈善用途的财产 他其后就定罪和刑期上诉 但被驳回 无线电视记者李威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